今日话题由奔赴暂志播出 请上penforce.com发现更多葡萄酒加妙 奔赴欲见不凡 请理性饮酒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年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最高法院听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对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有挺大的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关于现在的网络上的社群平台 它到底有没有权利来决定它的平台上什么东西是可以 什么帖子是可以播出的 什么言论是可以删除的 什么人的账户是可以关闭的 它有没有这个自由的裁量权 还是要根据政府的规定或者是政府的这个法律 来决定什么东西播 什么东西不播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 这个现在的这个法律啊 就是现在在审理的这个社交平台啊 其实最关键的是要看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 他们认为现在的这个社交平台是应该跟平常的比如说书籍和报纸一样来处理呢 还是按照电话公司来处理呢 还是按照这个购物中心来处理 因为每个情况它的处理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最高法院之所以审理呢 可想而知一定是有人告嘛 才告到上去 这是谁告谁啊 是两个组织 实际上这两个组织是都老百姓没有听说过的组织啊 一个是代表所谓的叫NetChoice 就是网络选择 这个公司的名字 另外一个呢是Computer and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 这是他们的业界的这种像工会一样的这样的组织 他们在状告谁呢 他们状告德州和佛罗里达州 这个事的背景啊 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当2021年1月6号有冲击国会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有一些平台像什么Twitter啊 什么YouTube啊 Facebook啊 就把总统川普给拦截了 他不能在上面再出声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首先德州就通过了一个法律 德州这个法律是这样说的 在我们这个州 你这些社交平台 不可以把一个正在竞选的 这样一个人的言论给拦截 除非你离开我这个州 这是德州的法律 用一句话来概括 这是佛罗里达州的法律 德州的法律是什么呢 是说这些平台不可以把在政治方面他们不喜欢的言论排斥在外面 所以你看这两个法律啊 它有的共同之处 就是你没有权利来在你的平台上做某些事情 包括把一个人踢出去 包括把一个团体或者一种意见给他隔离在外 你没有这权利 尽管这个平台是你的 你不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公共发声的地方 你既然以这个姿态出现 你说你这是一个平台让大家讲话 你就不可以变成像是报纸电视广播电台的编辑那样 允许一些人讲话 不允许一些人讲话 1300电台 我们有全部的权利让一个人讲和不让一个人讲 你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换一个台或者是你找别的渠道 它是一个私人拥有的媒体 洛杉矶时报 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福斯电视台 全都是如此 杂志什么都是这样 因为那些是他们的编辑和他们的工作人员经过选择 他认为要登这个不登什么 这是他们的选择 这就是这个诉讼的背景 那刚才说的这个NetChoice 这两个集团或者这两个单位呢 他们就代表刚才的那些什么YouTube Facebook Twitter等等 他们就是代表这些公司呢 去告佛罗里达和德州 说你这个不对 因为你现在以一个官方的姿态来限制他们 让他们说什么或者不说什么 你这个呢是不对的 因为他们不是有所谓记得230吗 对不对 他们有这个保护 就是那些内容啊 他们 这是他们的这上面的平台所做出的这些决定 平台不应该在这地方负责任 你不应该把这个责任强加到这个平台上 那现在扔到最高法院的面前的这个难题是什么呢 你最高法院已经答应审理了 你就要在6月份给一个裁决 这个裁决就是 德州佛州这两个法律是否违限 是或者否 不管是哪一个影响都非常的大 对 这个如果要是是的话 也就是说如果他要是同意科技公司有权力来有自由裁量权 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决定你哪些内容可以刊登哪些观点 你认为是比如说不妥的你可以把它屏蔽掉或者删除的话 不让它出来在它平台上体现出来的话 那么等于是就维持现在的现状 但是如果要是他说不行 这个科技公司或者说这些社群平台没有这个权利的话 或者是限制他们的这个权利的话 那这个平台和用户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那就要出现改变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就是说他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问题 你看从这个目前的状况来看 基本上他看上去好像是有些政治方面的 比如说德克萨斯州的 他的那个州的法律是说 涉及到政治方面的观点的话 你不能把它删除掉 这个不同的政治观点应该表达出来 那佛罗里达州的就更是这样了 就是说你是一个竞选官员的话 他的政治观点不应该被排除掉 甚至他说如果你把他的观点删除 或者关闭他的账户的话 那佛罗里达州有权对他提出起诉 这个就触动了那个这些平台的这个最低的保护底线了 原因刚才说的230那个条款 他就是保护这些平台公司不因为自己的这个平台刊登 或者是删除哪些东西而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 所以如果要是你可以对他提出起诉的话 那这个起诉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将会多如牛毛 所以呢这个就就有问题了 那么好了 现在最高法院一般来说作为这个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呢 他一般都会引用一些先例 这个是不是在历史上有过类似的先例 有没有可以类比的这个裁决 我们可以借用 但是从现在看来呢 似乎没有一个完美的先例可以使用 所以呢这个就对这个最高法院来说呢 也提出一个挑战 不过在1997年的时候啊 这个最高法院对这个社群媒体呢 做过一个裁决 当时啊这个FCC就是联邦的通讯委员会啊 他们曾经想要管理这个网上平台 他们要用什么东西管理呢 他们说既然你是一个平台 那你是一个这个新闻机构 那对不起我要对你进行和电视以及广播 同等的管理同样的待遇 在电视和广播上呢 我们FCC有一个法律 这个法律叫做decency 这个就是语言不能有不雅的语言 就粗俗的语言呢 有这么几句话或者几个字是在广播和电视当中 不能出现的 那我在你的这个网络平台上 也要实施要这个法律啊 对你的这个所谓的内容啊进行一些管理 那最高法院在1997年的时候呢 推翻了FCC的这个这个想要管理的这个努力 认为说他对这个社交平台 没有办法进行管理 他原来想要管理的这个努力呢 是违宪的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啊 一个现象就是 最高法院呢 做了一个区隔 这个区隔是什么呢 是同样是发表言论的地方 请大家注意 所有的美国的电台和电视台都受制于FCC的管理 但是我跟你割开以后呢 这个国际网络啊 它自己另外的一个区域 那个它不受你管 在那个地方 不雅的语言 甚至是极端的语言 是可以发表的 是可以公布在这个地方的 那么顺便也再说一下 FCC对于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管理 远远超出说多少个脏话 不能说 这个里面当有人竞选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 这个里面的电视的主持人 如果你拿了钱会是怎么样 在这个广播的内容当中 哪些是涉及于不能碰的啊等等 或者碰了 但是呢 他也开了个口子 就是说有些新生事物啊 它是后来产生 你比如说叫做付费广播 Series什么是这种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 有时候他有一些电台 你付费每个月什么时间 订阅的嘛 对订阅的 就是订阅这种 那你爱骂什么骂什么 你说多难听的话都可以 所以他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一个设定 当然那个呢是付费的 那么付费的时候 你既然付了费 你可以做你的选择 甚至包括你的孩子 在车上的时候 你不让他听某车台啊什么 类似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等等 所以1997年那个特别重要 因为他就把国际网络啊 最高法院给拉出来了 他说那是另外一个空间 好那稍等我们再看一看 从昨天开始这个审理啊 有可能就是他走向何方 欢迎您据收听 由中讯和高年为您主持的 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 是昨天最高法院啊 开始听取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 他们这些高科技公司啊 有没有权利来这个决定 自己的平台上 哪些内容是可以播的 哪些呢是不合适的啊 给他删除啊 哪些人的这个 他的账户是可以封存的啊 这个现在他们是有 基本上是绝对的裁量权 政府是处于 介入的这个状态啊 但是刚刚说了 这个弗洛伊加州和德克萨斯州 分别通过了自己的州法啊 那么在这个州法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是可以限制这个网络公司 或者说是一些社群平台的 某些做法的 于是代表这些大型的交平台的 公司呢就把这个 这两个州的州法告到最高原区了 是这个州法 这两个州的州法违反了 这些平台的 言论自由的权利 这些平台是我的私人的 我可以规定 什么可以播 什么不可以播 我有我自己的价值观 有些东西 这个我是不愿意播出来的 那你不能强迫我播啊 所以呢 这个官司呢 现在等于是引起了全美国 甚至是全球的关注 对 这个所谓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呢 就是涉及到言论自由呢 我们平常常常会理解为说 我想说什么 我有我要说这句话的自由 但是从这个诉讼呢 他提醒我们言论自由 还包括另外一个大的方面 就是不让谁说什么 比如说我这一个平台 我不让一个人的观点发表 这是我的言论自由 这不是有意思吗 我不让你说话 是宪法保护的 言论自由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 我要说话 你不能拦 因为我有说这个话的自由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争论的核心 这问题啊 非常的大 因为谁来决定 哪句话是可说的 可不能说的 是吧 这个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很多的东西是主观的 新纳粹的东西可不可以说 色情的东西不可以说 恐怖主义在这些平台上招募人员 对不对 那么再问了 你相信一个宗教 我相信一个宗教 他相信一个宗教 这个时候有一个第四个人说 我信这个教 你怎么判断说 他是邪教呢 对不对 这是谁来做这个最终的仲裁呢 你是凭的什么呢 对吧 常常我们会听到这个有意思的一个说法 是说 你信什么什么教吗 我不信 那你知道这个教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信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有这种无穷无尽的纠缠 那接下来呢就又回到了德州和佛州 他们就说 尤其是像德州 他说你这个平台就是叫什么 电报公司 你知道在现在多数人根本不知道电报是什么吗 对不对 再过几年也不知道传真是什么了 他说你想象一个电报公司 这都是我们叫做N年以前的事情了 说我要发一个电报给远方的亲人 你告诉我这个电报公司会说 你这句话不能写啊 你那句话不能说啊 不可能吧 你别管呢 我这有几个字 你帮我发过去 这就是你的功能 至于我写的什么 你别管 他就说你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可是现在你反过来 从这些平台的角度讲说 诶等会儿 什么德州啊佛州啊 你们不都是共和党 你们不都是保守的州吗 保守党的理念不是说 政府要管得越少越好吗 对不对 你别什么事都管 这平台是不是我的呀 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呀 是不是有这种自由 诶你是觉得我 拦截了一些保守派的言论 对吧 我把川普踢出去了 诶你再看一个呀 我不是说你德州政府 那旁边一个 这个杰克史密斯 他可以再开一个 那边一个 是不是啊 玛丽 什么 杰克逊什么之类的 你再开一个呀 你有钱呢 你这开一个平台呀 我只让那个保守的人说话 所有自由派的人都拦截 没问题啊 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你为什么给我找麻烦呢 就是看着我影响大 对不对 看着我成功了 对不对 当然这个要从法律上来讲 那就是刚才所说的 到底这个社交平台 它是一个购物中心呢 还是一个就是这个 一个电话公司呢 或者是一家报纸呢 所以在美国的历史上呢 有这么两个裁决 是关键的 第一个就是1980年的 这个就是我们加州的一个购物中心 它和它就被人告了 为什么呢 这家购物中心啊 它是对外开放的 这么一个购物中心 65家商店 然后 很大呀 20亿亩地呢 对 20亿亩地 十家餐厅 就是一个shopping mall 好 这个是对外开放的 那么有一群学生啊 就跑到这个购物中心啊 要发请愿书 要让大家签字 这个请愿书呢 是反对联合国 反对犹太主义复国的 这么一个决议 那就是可以想象 他们是犹太人 对 他们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复国主义的 所以呢 这是一个有政治倾向的 这么一个目的 非常明确的一些年轻人 要让人家在请愿书上签字 那这个店里边的老板说 你这些政治活动 别到我的购物中心来做呀 到我这儿都是购物的人 你不能来做 关键是这样 他有个前提是 这个购物中心 在它开放的时候呢 它有叫明文规定 说在本购物中心 你要发放什么传单资料的话 必须跟你所从事的商业有关系 5%的折扣 欢迎大家来 什么这个周末的时候 什么我有一个大优惠 什么之类的 你站在大街上 在我这个商务 发这个是可以的 发这个是可以 这是人家之前有规定 他不是说我看到你发这传单 我临时我就不高兴了 所以你的这个发政治传单 违背了我之前的那个规定 那么所以这个学生组织 就是说没有 我有我这个言论自由的权利 这块地方我站在这 我有这权利 那购物中心这你没有 咱们打官司吧 对 官司就1986年就打到最高法院了 那最高法院最后 做出个裁决来说是 人们有权利在对外开放的 这个购物中心 发表自己的言论 这个是他们的叫做 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的 言论自由的权利 那就是说你不仅是 发请愿说一个人站在那 呱呱滔滔不绝的讲 我信什么宗教 请你参加我的宗教 我选什么政党的政治人物 你来都可以 就是到你只要是对外开放的 如果会员制的可能还不行 这个就是对外开放的这个购物中心 那好了 社交平台是不是属于购物中心性质的 如果要是的话 那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上台发表任何评论 你刚才说的司法先例 对就是这是第一个司法先例 第二个司法先例呢 是这个迈阿密先驱报和另外一个人打官司 他是一个工会领袖 是一个工会领袖 1974年这个更早一点 那么这个当时是这样子 一个这个迈阿密先驱报呢 刊登了一篇 因为当时他在竞选这个官员 竞选民选的这个官员 他又是个工会领袖 所以这个迈阿密先驱报呢 对他有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他认为是对他不利 所以呢 其中有一点就是 这个人从事的叫做勒索政治 就是有这个从事正式活动 但是他 他不承认 他说你说我勒索 没勒索呀 他当然不甘心 因为这个他认为说对他不公平 或者说是对他是负面比较多 不利于他的竞选 于是他要求迈阿密先驱报 说是你都给我这个权利 你报道了我了 你都给我这个权利 我要在你的报纸上发一篇文章 来反驳你的这个报道 人家迈阿密先驱报不给他这个权利 说我刊登什么文章 刊什么样的内容 谁能上这个文章 完全是我报纸编辑的自由材料权 你想上就上啊 不行 于是这个又打到最高法院 这个呀是别看这个小事 什么一个人被骂了 然后他想给自己找一个机会来回复一下 我们常常说叫一面之词嘛 对不对 你也得听听 这不是一个小事 这个在美国的法律上叫right to reply 这叫做回应的权利 那么如果这个权利 我们试想一下 他要一定要维护的话 那么我问你 宾拉登把911 发动的911把美国给炸了 然后美国啊 对不对 口诛笔伐还发动军队 那么宾拉登说 你能不能听我的一面之词呢 你能不能听一听我为什么炸呢 再比如说 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 弄了一千多个人死了 还有什么人质之类的 我们看看美国的哪一个媒体 或者西方 报道了哈马斯宣言呢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是 以色列啊 怎么怎么样 受到攻击啊 我们应该怎么样支持啊 什么 这是一面倒的这个声音 那么哪一个媒体敢说 登一个哈马斯的领导人 说他叫right to reply 对不对 我去袭击以色列是正义的行动 原因是 在过去多少年 怎么欺负我们 怎么迫害我们 没有吧 所以你别看这个 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 因为你 他不是说只适合这一个人啊 对不对 所以当时的这个大法官呢 Warren Berger啊 他就代表多数的这个大法官呢 写的那个裁决书 他就认为说这个是 尽管过去这半个世纪以来 我们见了很多的技术革命啊 什么的 可能对整个的这个新闻的机构啊 有一些颠覆性的作用 但是他最后就说了 这个就是媒体 他的当时的媒体还没有 现在的这个社区媒体平台呢 还没有国际网路呢 当时他说的媒体就是报纸啊 杂志啊 这些啊 广播电台啊 和电视台啊 他说这个 没有 他说 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说 政府不能剥夺 这些媒体 他们编辑的裁量权 也就是说 政府你不能规定 这个报纸必须要登什么 不登什么 您不要介入到这个里头去啊 他 我觉得他最后一点说的很好 他就是说这个整个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有缺陷的 不是理想的社会当中 他是说 负责任的媒体啊 肯定是我们理想的目标 每个媒体都负责任 那这样的话 什么谣言就不用传播了 这个 这个仇恨的 这个言语啊 论点啊 或者说是 偏激的 歧视的 这种论点就不用传播了 他说很遗憾 媒体责任 它不是宪法 所规定的 而且和其他许多美德一样 也不是能够通过立法来实现的